神舟12号飞行程组在太空的三个月 工作安排的满满当当 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在机械臂的配合下 开展两次出舱活动 前几天航天员已经把舱外航天服 从天舟2号货运飞船搬运出来了 在昨天的天地通话直播中 航天员刘伯明、汤红波在节点舱 也就是气闸舱内 进行了舱外航天服的调试 这次的出舱时间长任务重 出舱时三名航天员中 一人在舱内操控 两人完成出舱 预计需要六七个小时 核心舱上的机械臂 可以快速将航天员转移到指定位置 既可以节省体力 也方便携带各类工具设备 不过即使有机械臂的帮助 每次出舱活动 也都需要三名航天员的密切配合 才能应对空间站建造阶段的 各类新挑战